字幕提供 歡迎大家回到這集《術神秘秘秘的節目》 今集有我和Carmen 是 今集的題目是甚麼呢 今天是講治療 你今天會簡略介紹一下 我不敢說很深入 因為坊間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治療 我們試一下大家去研究一下這些治療 因為我沒有Carmen那麼厲害 她讀的治療真是多到不勝數 我們首先會講一講 在治療方面 很多時我們的治療會在身體層面做事 是 因為通常蔡司那裏有講過 很多時我們身體只不過是我們裏面的一面頸 很多人當然身體有問題就會去看醫生 是呀是呀 但是 很像香港人一樣 是很像香港人一樣 我自己就不太相信西方醫學 是的 我認識她那麼久 我未見過她吃過一粒西藥 是呀我連親日度都不認識 二十多年的事 幾苦的茶我都可以喝 或者我相信一些自然的療法 但是除了去尋求醫學方面 其實我們也可以去做一些 坊間有不同不同形式的身體治療 是的 通常我們有些真的會接觸你的身體 是的 沒錯 有些就不用接觸的 是的 其實很簡單 其實我甚麼都不懂 我只是觸碰一個人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治療 所以寶寶仔 你只是甚麼都不做 你抱她多些 觸碰她多些 她已經是感覺是一個好好 她會健康一些 我講真的 你有沒有什麼 因為我做一個媽媽 我想分享一下 我小朋友現在很大 在她小朋友的時候 我就上很多課程 看很多資料 怎樣和我小朋友溝通 她都有提及到很多說 你要抱擁抱 我上課程 就要大量擁抱 學習如何擁抱 怎樣身體接觸 還有用身體去表達 和人的那種連結 那種感覺 當我學習的過程裏 又回去和小朋友去做 很有效 是的 我自己本身很喜歡觸碰 所以我很喜歡去做按摩 大大小小各種形式的按摩 上深圳按摩也好 很多地方也好 我就很喜歡按摩這種感覺 這種我就覺得 做得很辛苦 我只要給我做幾個小時按摩 我建議是一個很好的治療 讓我想起泰式按摩很舒服 泰式按摩也好舒服 泰式按摩也好舒服 本身的觸碰 方間有很多治療 有些按摩會加上一些 例如香氛 是 香氛本身是一種 我說天然的香氛 是 天然的香氛 本身是有治療的功能 是的 是的 有草本精華在裡面 是的 例如是藍色 令你更加放鬆 如果你很緊張的時候 用藍色 又或者是茶樹 茶樹會治療皮膚的問題 等等 所以你會 每個坊間會因應不同的狀況 去加入不同的香氛 去進行按摩 有時候可能是 倒進去那些油 那裡 可以油到跟你推進身體裡 有些可能只是一股味道 你只是聞到那股味道 已經是你的身體出現了某一種效應 而達成那個治療的效果 這就是一些按摩 還有一些人會用石頭 是的 熱石推拿那個 熱石推拿 我聽別人說過 石頭按摩 熱石推拿的齒組 是一種 我不知道在甚麼地方的石頭 那些石頭 因為在印第安 我認識 就是Daniel Derby 他經常說石頭是為人犧牲的 他會一直吸收你的能力 會碎和裂 他的分享 曾經在驅魔的過程中 有一個石頭是 砰的爆 我聽他分享過 所以他說 那些熱石 是不知道來自甚麼地方 而這些石頭 你跟他做按摩 那些石頭是會越來越小的 即是會洩 自己會洩 他會洩 是 是 他會 你可能會洩出一顆 或者他會開始瓦解 然後慢慢變成沒有 噢 他真的達到一個很好的 他會吸收你的負能量 然後達成了那個催眠的效果 噢 會達成催眠的效果 不是 不是 治療的效果 對不起 我亦都試過 我不知道 因為有一次我在深圳做醫石推拿的時候 那個人 因為他又不是很清楚 這些靈體治療這件事 他就說 這些石頭 不知道老闆在哪裏找回來 這些石頭是會越拖越小的 很貴 聽人說那些石頭 但後來他們就找不到這些石頭 已經沒有了 被人拿了 噢 被人拿了 但聽說這隻石頭 是最傳統和最有效 或者最能發揮治療效果的一種 石頭按摩 剛才你提到香婚那裏 我也記得我看過好些資料關於人 當你嗅一件事 你裏面有很多記憶 會去 因為你人在 原來對味道很敏感 嗯 男人的味道 女人的味道 原來每個人都有一個獨特的氣味眼霸 而且人對味道的記憶是最大的 沒錯 沒錯 是的 你一定會記得你父母那一層脫 脫的 或者你枕頭脫 是的 那麼 香婚的療法裏面 在紋那方面 他說原來 當你去到這個 例如拉芬達 因為它的氣味 會令到神經細胞裏面 會觸發起一些安靜的分泌出來 令到人容易放鬆 在這個香婚療法裏面 我都曾經去做過 的而且確 他一聞那個感覺 進入房間的能力 我已經覺得很暢 而且已經開始放鬆了 不過我講到這裏 我又覺得真的 真的 味道是帶著它的頻率 我不知你有沒有同意 就是 但是拉芬達也分很多階級 同意 是的 你說的是 本身是一間廠裏面 分好階級 有很多間不同的廠 它來自不同的產地 譬如德國的拉芬達 可能就和歐洲的拉芬達 或者是和澳洲的拉芬達 感覺是不一樣的 和人造拉芬達 是的 我正在說人造那種 很難聽 好像紅酒那樣 你一聞下去 已經是 我不知道我是很能分得到 它到底是人造還是天然 我其實是不難分的 我相信 在看這個節目的觀眾 都應該知道我講些甚麼 你聞到 你聞得慣天然的東西 你再瞞一些人工的東西 你就分得到 是有不同 當然價錢也很不同 和這個掃化精 語化精是聞不聞到 是嗎 這個題目很行 我剛去台灣回來 每一天電視都講這些東西 好了 也講到石頭的時候 講到水晶治療 有些人真的會把水晶 根據你的調查器 放在你的身體不同的位置 我的感覺是很想睡 因為我只是試了 我想那個課程中 我試了放水晶在身體 是5至10分鐘的時間 但是它放在對位置 只要水晶是放在對位置 就已經是 你完全進入一個很放鬆 那個頻率令你進入一個很放鬆的方法 你真的很想睡 明白 對 對一些緊急 或者是 不知道 你可以加插 我覺得治療這件事 可以互相配搭 你可以用不同的工具 但是水晶是一個不錯的工具 我亦都想提到水晶現在 用中醫 現在流行中醫的療法 就是用鞭石去做療法 鞭石也是石頭 沒錯 鞭石是一個隕石 撞到山東 但是鞭石也是很多階級武器 是的 我最近在台灣也看到一些很便宜的鞭石 鞭石 鞭石是因為它本身的顏色就是漂亮 它們那隻叫四斤鞭石 鞭石是否地球 其實我查過資料 原來鞭石在中國來說 鞭石是醫病的石頭 都叫做鞭石 是的 它們的統稱 是用石頭做治療 根據它的歷史 都可以叫鞭石 但是在中醫和科學家 覺得石頭去做醫療 原來最好的就是四斤鞭石 四斤? 哪個斤? 好像是三點水 海斤的鞭石 海斤的鞭石 好像是 你怎樣找到四斤鞭石 坊間有地方買到的 但要買到真的鞭石 就真的要指查少少少治療 如果對面地盤拿一塊石 我決定是鞭石 那也是鞭石 可以這樣說 因為它是統稱 我看過它是統稱 但它有區分哪個最好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用的鞭石 都是黑色 是黑色 磨得很漂亮 有些不同的形狀 有些東西掛在胸口 是的 但其實是 只是加在後面的名字 我不明白你加在後面的名字 即是人們創造了名字叫鞭石 是的 沒錯 它也是石頭的療法 但它暫時來說鞭石的能量治療是高的 還有我自己幫人做能量治療 因為聽過有些人說鞭石不是地頭的 是不是地球是鞭石來的 是的 是過億年前撞下去山東 因為據我所知 譬如水晶那樣 那些鞭石 綠色那種 那種鞭石也是鞭石 我戴上來 我戴上來是不舒服的 我戴上來是我覺得很… 我不會說 可能它的頻率不是人類的頻率 我覺得它不太吸引我戴這件事 但有些人就特地會戴它 會覺得它會令它更厲害 更厲害 它的鎮行是很不同的 做治療的效果就很強 我也試過有一次拿著鞭石去觀賞 我直接扔下它 我很害怕 我又看到不是地球的東西 我也試過 不過我就不停飛 拿著鞭石飛 好 所以挺有趣 好了 還有不同的身體上面 有一個就是氣療 我真的要請教Carmen 是 因為她是氣功師傅 氣功老師 氣療是怎樣 其實氣療 我知道其實不觸碰過 但你告訴我是觸碰的 其實是 其實… 沒有什麼很大的限制 是 還有你觸碰或不觸碰 都是純粹跟心的 那一刻感覺到它需要接觸 其實接觸也是一個治療 好的 接觸對方的時候 當治療師去接觸對方的時候 他的安全感會更加大 當然你去做過程裡 他的接觸是基於去做治療 自然有些位置 他就會告訴你 這個人需要在這個位置 你要大力一點 或者那個位置需要打通 或者那個位置需要拿東西 其實你是用透過氣去 看他的身體 我可不可以這樣說 是的 去看他的身體 其實在過程裡 我們都是邀請我們的指導人 上司 和他的上司 一來幫忙做事 那你打氣進去 要不要碰他 打氣有兩種 一種是 一種是放進去 駕空放 如果他的經絡有些位置 是想他快一點的話 當然是用力打進去 但是當力不是用一種死力 而是一種彈性的力 好的 OK 打散他的東西 是的 通常用那口氣 是通它的節省渠 那口氣一通的時候 通常那個按住 他都會感受到一口 能量大聲地衝到湧泉魚的位置 即腳底的位置 散掉一些東西 我剛才說起打散的東西 我又想起烤經絡 是 烤經絡 其中一件事我和他文都有學習的 就是烤經絡 很多人以為就是烤 人體有很多條經絡 他就會跟著經絡這樣烤 當然他身體這樣烤 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血液循環 但是我們的經驗就是 在烤當中 那個治療師是會收到訊息的 是會收到 因為如果你有研究中醫 我們不同的系統 是會連接著我們不同的能量層面 或是精神層面的東西 不如這樣形容 烤經絡就好像看相似 好像看相似 但是看相用眼睛 是 烤經絡就是用手去感受 感受的經絡 如果我們有上課的時候 譬如烤我的經絡 烤你的經絡 或者烤 RPA 你會開始收到不同人的訊息 但最奇怪的一件事 就是當你收到其他人的訊息之餘 那個被敲的 譬如治療者學生 如果你敲他半邊身 他敲完半邊身後 然後叫他感覺一下 兩邊的感覺 他會覺得這邊是舒服很多的 他有一種鬆 有一種流動的感覺 一邊就是瘋了 因為好像你醒了一些能量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治療層面 去申請一些能量 但他還是會接觸到你的身體 所以我懷疑 按摩這件事 是古時人們 因為以前沒有按摩師 自己和自己摸 不知道皇帝有沒有按摩師 以前的人 我叫我媽媽 整天幫自己打 老人家沒有喜歡自己摸自己 其實我覺得這個已經是治療 現在去公園見到我婆婆自己打 我現在也有空自己打 因為其實這個就是很好的治療 有空去疏通自己的經絡 就算你不懂經絡也好 你打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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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你打多幾下 其實人們都發覺舒暢很多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身體層面的治療 除了身體層面的治療 還有一個就是 我不知道他屬不屬於身體層面的治療 但是 因為在身體層面是會收到東西 這個叫聲音治療 他介乎於 剛才好像卡蘭華澤的氣功是介乎於 身體和精神層面的東西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這件事 他又怎樣是精神層面呢 因為其實 氣療這件事 宇宙有很多的能量 OK 都是可以公與我們去用的 轉化的 氣療就是你的意識 你的想法 想法看不到 是嗎 但是你是知道你在想什麼 在那一刻你想著我要做一個氣療 你想著這件事 你的身體就去做那件事 那你那個沒有意識 看不到的能量 跟你肉身看到的自己結合 然後就可以一起 一心去做這件事 那個能量就叫協同效應 那是不是治療者與備治療者 大家的共識有什麼這樣形容 首先氣功師要跟自己量神相博士 跟著跟治療者再有一個溝通 就是氣功師自己本身去調整自己 是的 然後就被治療者跟你講 現在跟你進行什麼治療 做一些心理上的預備功夫 是的 起碼要讓人知道 因為通常離開他都是願意讓你去做的 所以說一下一個凸 大家可以在治療中有一種有合作的狀態 因為這個人的信念 是根本不會吃辣的 這樣肯定肚餓進去 就算辣幾好味 他已經抗拒了一半 是的 在這裡跟各位觀眾會講 如果你對他如何醫藥 不是買衣 你本身已經不是非常相信 你就 Part 需要眨話 你的能量已經不承認所有治療 在你身體內的效能 因為你的思想是有力量 是的 思想已經是一個氛圍 你否定了那樣東西就進不了你 已經隔開了你 但有些人只要信任就知道我的好朋友 他說他就很相信Panadol 很相信這些止痛藥 他相信他吃甚麼都是這些止痛藥可以幫助他 他就特別在他身上見效 在短短二十多分鐘之內他就見效 當然我不會提到那些止痛藥或對胃的懷潮 但他相信 至少都是信任 如果你不信的話 因為看醫生也不便宜 是的 現在的學員都在研究那種 其實我不知道看醫生現在是多少錢 Linis 不知道 那時候許醫生有說的叫做安慰劑 是甚麼 即是給病人吃但沒有藥力 噢 即是很多醫生都是在做這個 即是很多大學做這些實驗 譬如雲朗丸 給一批學生吃是雲朗丸 一批學生是吃安慰劑 或者有另外其他研究 看看他們 他們不知道吃了甚麼 看看他們發生甚麼作用 你講到這裏我真的很想分享 真的心理作用很重要 例如我媽媽現在八十多歲 她已經長期餓床 但我媽媽其實吃藥 因為她的身體慢慢慢慢衰老 她之前的腳有事 她不斷都會去醫院 或者她跌倒去醫院 或者她突然呼吸有問題 會去醫院 都會拿大包藥回來 醫院的藥 是呀很多的 你知道的 然後其中一件事就是血壓藥 很多醫院都覺得 你去到那個年紀 就好像等好 她就要吃血壓藥 就是去控制她的血壓 這些藥 通常我回來第一件事 我就扔掉了 扔掉了 然後我嚴禁我公人 在我媽媽面前提出血壓兩個字 在我媽媽的世界裏面 根本就沒有血壓高和低這件事 所以有很多 譬如護士上來 護士上來 護士上來去看我媽媽 然後上來之後 我問你媽媽 八十多歲的血壓很漂亮 她當然吃得很好 我說不 是呀 是呀 我懶得 你有沒有在看 我不知道 是呀 是呀 懶得大家再有什麼 再爭取下去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 對我來說很重要 是呀 我完全不把這個問題 把這件事 放在她腦裏面 想這件事 所以我媽媽的血壓 是這麼多年 十幾年 現在八十幾年 血壓很漂亮 血壓很漂亮 真的很好用 是呀 是呀 這個是我處理的方法 OK 好了 我們一會兒 還會去講一些其他層面的治療 不過我們現在 要休息一會兒 我待會再回來 多謝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I Read 是什麼理?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好 回到我們下節的 《神神秘秘秘》這個節目 我們再繼續治療這個題目 我們剛才講了很多身體治療 然後我們再講 有些是精神層面的治療 或者我們叫精神也好 能量也好 其中一件事 很多人都知道 催眠 我知道可以很學院式 成為一個催眠師 但坊間也有很多 枝節的人去做催眠 我們都有去做催眠 催眠就是 班門弄虎 我知道的事情 就是把人去到一個很放鬆的 我們現在在一個 什麼波場 Data Beta波 Beta波的波場 慢慢調教去到Alpha波 或是Alpha波再沉下去 即入睡前 因為我們現在 我跟你現在 現在的狀態 就是一個 很多東西在思想著 譬如一會兒我約了朋友 吃飯 錄影 說什麼 很多東西在過濾 頻率是很繁忙 但去到一個人比較平靜的波長的時候 你的頭腦不干預的時候 你才沒有那種過濾 你才可以在你的潛意識或者無意識做一些工作 或者一來去你裏取一些資料 或者你去放一些東西 去計劃它 這就是一些很簡單的催眠的功效 因為在催眠裡面 它只要入到那個波頻 它就可以藉入一些資料進去 令到你可以作出一個治療 或者一個重整的效果 放進去也可以 拿出來也可以 最近有一個催眠師在台上 令到一群人睡著了之後 它自己被擊倒 暈倒了 蛤? 送了進去醫院 那怎麼辦 它不醒了嗎 然後那幫學生很久都不醒了 睡了很久 是的 即叫也不醒 又或者在催眠的時候 令到一個人像鐵板一樣硬 這些很多東西都可以做到 而且它會把一些潛藏在潛意識的資料 這些都是普遍的 如果說到催眠的話 我們會提一件事叫聽息 聽息也是近期我們接觸很震撼的一件事 聽息的概念是來自一個CD叫戴尼提 戴尼提 戴尼提就是我不知道香港也做甚麼 但在台灣叫做山達茲 山達茲 山達茲就是 即是怎樣寫的呢 我免得亂說 總之是山達茲 我不知道是否叫做科學教 其實是美國的科學教 好像是那個明星叫Tom Cruz 他已經去到山達茲的很高很高層面 我們叫做清印記 亦叫做聽息 聽息有一個聽息員不斷跟你問問題 去問一些和你去回索 他有一個概念 概念都要講多久 因為這本書很厚 我也有這本書 他會說到人是一個感官的動物 你的感官是不斷會有回索的功能 倒帶 我說回索就是倒帶的功能 譬如是 你想起小時候一件大事 譬如是爸爸蓋你一巴掌 你會記得那一巴掌的感覺之外 還有那個場景 地方 人物 可能你的同學在看著你 同學的笑聲 那時可能有巴士經過 巴士聲音 然後電視在做甚麼節目 媽媽在廚房裏面可能在斬雞 斬雞的聲音 那些全部都是同時計劃 然後 據帶來提的概念 當你長大後 每一次 可能見到巴士經過的時候 你就會有這個細胞記憶的震動出現 又或者你經過食蕭納店斬雞聲 你又會有這個震動出現 又或者每一次聽到別人的笑聲 你就回召起同學的笑聲 又回到這件事 他經過回索的功能去到那裡的時候 因為在能量治療中 另外一個概念 我經常都跟那些個案 或者學生說 知道就等於打開了那份能量 然後那份銀能量就會瓦解 所以知道就等於治療的開始 一個例子 就是有一個令媒 我們經常都找她做例子 Sylvan Brown的書 她的書中提到一個案件 就是一個女士在25歲那一年 她這一生人都很活躍 很正面 參與很多活動 到25歲那一年 每一晚同一個時間 她就會啵一聲醒了 心是拿著痛地醒了 每一晚都同一個時間 她找了所有心理醫生 心臟醫生 她曾經是一個印第安的勇士 被人在遠處用箭 在你完全沒有預備狀況之下 就是啵一聲 心臟被人襲擊 或者被人謀殺過 這件事是在她十八極裡面 但是自從她做了那次治療之後 知道了這件事之後 她就不再發生這個狀況了 我想解釋就是 在能量治療中 當你知道打開了那一份能量的時候 你明白 你了解 只不過是一些時間事件的時候 她就開始瓦解 那一股能量 就是這個治療的開始 所以帶離題的聽識 就是做到這個狀況 就是不斷會去回索 帶離題是回索今世的東西嗎 主要是回索今世的東西 因為剛才你說的是 Jayle Brown說的 因為只是看帶離題的CD 四個小時 沒錯 四至五個小時 已經看過了 非常清楚 四至五個小時 我們現在學生有時都會做一些 聽識 帶離題的演習 大家一起去看那個CD 是整個下午四個小時坐在那裡 是瘋狂的 但是這個是很重要的 對於你成為一個 譬如是頻道的頻道 又或者你是一個 能量治療 或者精神治療 的一個治療師 她的概念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好的 一個鋪排 她解釋了很多東西 還有我看完帶離題 我自己都會跟自己去問自己 這件事為何我有這樣的情緒 我曾經幾歲時又有這樣的感覺 那件事又發生了甚麼事 你已經跟自己做事 開始跟自己開工 是的 其實最基本的計劃 如果回到華德夫教育 就是在子宮期和胚胎期 已經開始的計劃 包括在媽媽的肚子裡 媽媽突然間有一個撞擊的聲音 例如媽媽發生甚麼事 她突然間有很大的情緒 其實在胚胎裡 已經儲藏在她的骨髓 或者在她的某一個肚子裡 明白 即是完全她會收到 和記憶進去裡面 沒錯 當然 純粹講精神治療 我們會有NLP 不過因為我和你 都不是這個專家 今天阿冬冬也不在 本來她在 不過她小朋友 有些發燒 不是很舒服 她今天不來 本來那一部分 她會講很多 但等下一次她回來 其中一些治療 就是冥想的治療 冥想就是很精神層面的東西 冥想就是很靠 事主的本身 她自己的內觀 和觀照的能力 是 這一類的治療 還有你很有勇敢 去面對真真實實裡面 那個你 你的念頭 你有甚麼念頭 你有甚麼信念 正如我所說的 很多時候我們的腦很頻密 我們的腦會玩很多技巧 會和我們有很多對話 那些對話 我們很多時候很喜歡合理化 我們自己 或者是自圓其說的 一大番說話 但是當你真真正正 正下來的時候 你面對的人 只有一個就是你自己 其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就是在你身邊的人 沒有甚麼誰 是有一個空間 去和自己相處 又或者很怕 只剩下自己的人 因為她要面對自己 是 我自己和學生 就算和自己溝通 也是 會發覺 一個人靜下來 剛開始學習這些東西的時候 原來要對著自己靜下來 不做事 就這樣坐在這裏 又不是睡覺 嘩 那個敏鎮 經常跳出來自己 還有呢 我不知道 Carmen應該我有感覺 我們帶課程的時候 到冥想那部分的時候 我們通常在後面附載一段 持絕時間 不如倒楣あります 彼此音樂 很不安全 我習慣而被工作 沖塞了我們的生活 沖塞了我們的人生 那是最考驗的 香港普遍人都是這樣 我最近有個朋友去沿台灣 跟一個30年沒有睡覺的人 他只是打坐睡覺 跟他學打坐 床的生意可以全部倒閉 然後就學打坐 他真的三天三夜去打坐 他說你會教一個鐘頭打坐 一個鐘頭晚上一個鐘頭 但你也是打坐 下午也是這樣 晚上也是這樣循環 腳不閉 腰骨不尺 我說有沒有人偷雞 有呀 有很多人偷雞 即是走了去 走出走入 我在香港 瘋了 我想你告訴我一天打坐巴 我想很多人已經 即是坐不了 很吻 而且會有很多擔心 所以我們經常說 兩個字很簡單 安住 這兩個字又簡單又不簡單 你真的是不是可以安住 還是你不斷找東西去沖塞 你每一天的生活 24個小時 我不說睡覺那8個小時 你找東西沖塞了 你用睡覺來沖塞 你真的想睡覺嗎 是 沒錯 還有 會看到原來地區的文化不同 如果你在香港長期要這樣學打坐 台灣這些人很接受 他們會知道這是一個修行 和要靜心 為何我靜不到 是我要練習的 譬如實際的困難 譬如我們 其實很好 每一早上有一個冥想 我們搞這些活動 每一早上做Dynamics 或者做Honda Lily 有些這樣的訓練習 有些這樣的群組 很快就會少人走少人 他們一定有不同的理由 香港人有不同的理由 就是繼續不了 只是很簡單 早上做一個冥想正心 如果自己沒有習慣 有一群人一起做 去一個地方一起做 甚至乎我的朋友在中環開了 你上班之前在公司附近 他都有所有的理由 是繼續不了的 你一定有東西擁有 令到你撥不到時間 和你自己去相處 這件事 哎 幸與不幸 好的 好 之後有一些 例如是Channel 我們有一集說 整集說了Channel 還有一些繪畫治療 或者叫藝術治療 是的 說到藝術治療 今天我們有個好朋友 我們兩個好姊妹 她已經不在香港 她在加拿大 是的 她在加拿大 她是做這樣的治療 這一幅是我自己的 是一些圖畫 這些是 你不要少看這些圖畫 這些圖畫 對那個案主來說 是有治療功能的 這是我的 我是做一些關於 那天我脊骨痛 我告訴她她畫了這幅圖 然後這個就是 我當時是感冒的 大感冒 她就替我做了這幅圖 如果再解釋下去 剛才我們嘗試一下 純粹解釋法 就是 多難在一集中解釋得到 她裡面的機構 但是就是畫圖 然後 這個 這個就是她 案主和她自己的一個畫圖 然後 這個是卡文你的 是 這個是我的 這個是卡文你的 這個是我的 然後後面還有其他的圖 還有其他的這些圖 這些圖 全部都是不同的朋友 被我們這個治療師做治療的一些圖畫 好像是很抽象的圖畫 這個朋友你也認識的 是 這個朋友我們也認識的 這些這樣的圖畫 我自己的經驗分享 我的經驗分享就是 我那次脊骨痛 我第二天她就畫了這幅圖 我是好了七成的 感冒也是 有趣的是 不是不是不是 尤其是那個感冒 感冒那裡她告訴我 其實她還未完成這幅畫 她覺得她 因為她剛開始幫人做這種治療 她覺得她那次的圖畫 她只是完成了七成而已 而這麼巧我的感冒就好回七成 突然她在WhatsApp問我 即是在訊息中問我 你怎樣 我說我好回七成 她說叮咚 這麼巧的 她又是畫了七成 還有有時她會為她的外主 不單止畫一幅 她會畫幾幅 好像你那是第二個版本 你去解釋一下 剛才你有解釋過多好 這個是我跟Winnie說 那個朋友叫Winnie 我告訴她 我的眼睛甲胖高 所以影響了眼球肌肉 向前傾了 所以靈活度低了 醫生沒有藥給我吃 因為她說 這樣會影響你內部的調節 又不是吐得太重要 但我的樣子就扭曲了 因為我的眼睛大 眼睛小 整個臉都歪了 當時我已經處理了一個問題 然後她就說 我現在畫一些字 她就收到訊息 她幫我第一幅拿來的時候 她給我看初稿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很有感覺 因為我們對能量很穩定 通常案主自己本身 會看那張圖畫才有感覺 而且案主本身是一個 對藝術有感覺的人 當然是 我對能量很舒服 開頭來的時候很有趣 有一塊葉子在 我在心裡想 我不想要那塊葉子 然後顏色是可以更明顯的 我心裡說 但我沒有跟她談 即是你不喜歡那個彩音 想要另一個彩音 我想彩音一點 然後她真的傳給我之後 就不太快葉子 然後顏色真的彩音是彩色了 還有一些東西改了 然後我就放在床頭 我整個練功 很多時候打坐 我呼吸都會在床附近做 很多時候我會觀賞這個能力 我一直看著那些浸痕 好像汁子、原子、分子一樣 一直打進去我的能力 一直在調節我自己 即是你在這上面看著這幅圖畫的 是的 還有很多時候我會放在這裡 我會用冥想的方式 用一個很鬆弱的眼神去看著它 是的 把能量再去調整 我現在已經發覺在那個能量牆裡面 可以進入我的房間 我會感覺到很寧靜 而且很安心 說到廢話治療 我們也曾經去做過一些 就是改風水的廢話治療 有個坡一定要說 是 這幅圖畫出現了不用一個月 我醫了甲礦 一直都是不正常 它是下跌了六度 有多少度 我當時去到二十一 我很勤力去做很多事都是二十點五 正常應該去到十八 十 好像十三到十八 所以六度是很多 我去到十五 我打算去到十八都可以了 我現在會很開心 現在去十五 很正常的正常 是很正常的正常 就是奇妙的地方 因為那時剛好我正在讀浸頻 原來它在不斷把我的浸頻調整 在這裏要說到 在這裏我很想提一件事 就是因為在塞斯的理念裏面 所有的物質層面 都是由能量架構那裏形成的 在塞斯裏面叫做架構一架構二 我想有些朋友知道 有些朋友不知道 但是如果我們在物質層面 一直做事的話 譬如可能 都要說西方醫學 它在物質層面做事 你的organ有事就是做那個organ 又或者經常都說癌症 你哪裏有事就割了那個地方出來 又或者在那個地方做治療 但是我們不是很多東西割得到 割得到之後第二又生 你又割第二塊 你覺得多少塊呢 又或者你始終都沒有解決 為何它會形成不正常的細胞分裂 所以在這個治療方面 在物質層面做事 在我們的看法就是治標不治本 在能量層面做的事 是很多時候在物質層面出現很多奇蹟性的事 是的 可以說是奇蹟性的事 奇蹟性的事 除了畫畫之外 我剛才說是用畫畫梨鬼風水 我們就例如在一個地方裏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 就是你去某些地方有某種感覺 譬如是教堂的感覺 例如街市有街市的感覺 又或者是學校有學校的感覺 學校有一種氛圍 有一種氣氛在這裏 我們去到一個屋內有不同的場 有不同的感覺 譬如這幅牆 我們就靜地去看著它 然後感覺它是甚麼顏色 那時事主就說 或者是那段時間的錢不順 然後我們就感覺 如果這間屋內的錢 那裏住的人 他的錢是流通得很好 或者是很健康的話 那場是甚麼顏色 或者這家人和睦時 那場是甚麼顏色 我們就靜地看著那地方 它是應該是甚麼顏色的 那就將它變成甚麼顏色 我們就開始去游 其實如果是在很多Waldorf的學校 他們都會這樣用感覺去游牆 大人道小朋友都會做 即是這麼小的時候 已經學他們怎樣跳能量 可以這樣說 他們相信顏色是有一個陣頻 有一個頻率 然後就去游牆 然後效果是出奇地舒服和和合適的 所以這也是顏色治療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就是治療裏面 我們有一些畫畫治療 或者是一些唱歌和跳舞都是治療的 這裏我必須 因為我這個答應了一個 我的朋友 大家都認識這個朋友 就是Theresa Theresa是我的朋友 然後她其實 其實我近期了解她在做甚麼的時候 她在做的事就是教小朋友唱歌 她雖然不是一個十分靈性的人 但是我很欣賞她教小朋友的方法 她教小朋友的方法就是一個人 你去擁抱自己的聲音 你去擁抱自己的聲音 你去接受你的聲音 因為每一個人的聲音不一樣 譬如一個人沙聲是不是不能唱歌呢 沙聲有沙聲的方法去找出她自己的重量 去演繹一首歌 又或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音調 去表達自己的 你願意去接受你的聲音嗎 因為很多人說 我把鵝公喉不唱歌 我不能唱歌 是不讓人聽得的 是不見得人的 然後你聽完一段音樂之後 你用你的方法去演繹那段音樂出來 哦 是你的音調 你的鍵 用你的方式去演繹出來 哦 然後當一間房 完全充滿你的聲音的時候 你的存在 很靈性 是多麼肯定 被肯定 我不知道 我從旁我感受到這件事 很有趣的 Therisa是一個很直的人 很有趣的人 她經常會罵家長 你的樣子都不笑 小朋友怎麼笑呢 她說你唱歌 你要開心 唱得開心 你要有自信 她讓你把聲音出 你把聲音出 你要有勇氣 去表現你自己 沒錯 然後她說 You're not come here to be judged 你不是來這裡被人批評 嗯 你在這裡是學習和成長的 嗯 我很欣賞她教小朋友的方法 其實她不只是教唱歌 她不只是教唱歌 她令到這個小朋友 她整個質 整個她自己 對她自己的關係 有一個重新去建立 我不知道 我覺得很有價值 是的 這個小朋友 除了懂得唱歌 她在學習很多很多 在學校裡不會教的東西 我聽到她這樣去做的時候 因為我記得蔡詩說過 她說有很多種方法 去啟發你的創造力 是的 第一件事就是藝術 第二件事就是唱歌 是的 唱歌我自己也有去研究學習的 我發覺原來你在唱歌的過程中 整個流量的流動 是會很有一種滿足感的 當你如果剛才我聽到你說 Therisa她是這樣教的話 她更加 因為很多時我們學唱歌 就要抄 某某某某歌聲的唱法 某某某歌聲的唱法 像不像她 是的 像不像她 自己去哪兒呢 有時我會覺得是去哪兒 甚至乎 如果小朋友看看 你看看這段文章 這段是說甚麼 這段是說這些東西 你看到這段文章 你明白她說甚麼 用你的情感上來 即是 You mean your words 你是代表那段歌詞 去說這一個情感出來 嗯 所以 你這樣說得很吸引 是的 我可否扮小朋友去 哈哈哈哈 她大人也有 不過收得很貴 因為你知不知道 其實唱歌這件事 這麼小的時候已經打進去 因為我自己以前也是教廣級 是的 這麼小的時候 跟小朋友去接觸 他們的成長裡面 那個自信 和可以流動的自己 是大很多的 是的 那個出來的那個 對於自己的肯定 是的 享受自己的感受 除了教音樂之外 她就是教你做人 是的 還要教父母 怎樣教小朋友 哈哈哈 所以 我之前跟大家去說 她每年都有一個夏日營 夏日營 接下來是7月4日到8日 11日到15日 18日到25日 分開三席 你不一定去三節 如果你可以去三節 不然你每一節都可以 即是每一個星期的夏日營 她有半日和全日 如果全日的話 就是由早到晚 如果半日就只是一個上午 這樣 如果你們對這件事有興趣的話 這個就是課大人也可以的 是小朋友的 只是小朋友的 哦 只是小朋友的 只是夏日營 只是課小朋友的 它是由小學到中學都可以的 電話是31097333 3109733 我真的很想幫Theresa推廣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跟她們聯絡 我也是這樣說 令到你的小朋友有一個有價值的夏日營 是的 其實小朋友 你快點搞定她的個性和人格 你後面誰得益 沒錯 而且你唱歌是左右腦子都可以運用到 真是一個又開心又愉快又可以唱歌自己 整個房間都是我自己的聲音 我這麼肯定自己 我不用跟任何人唱歌 真是開心 是的 我現在好像籌款一樣 好像冬環 大家記住你的電話是31097333 所以你打電話去詢問也好 你身邊有朋友去介紹給他也好 我覺得是很值得的一件事 回到我們這個治療 我們用唱歌跳舞 畫畫 書法 甚至做手工 這也是一個治療的過程 所以我想說小朋友 我不知道你有否見過小朋友在玩泥沙 他會自己和自己在說話 或者他在玩玩具 在旁邊 他自己在唱歌 在說話 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但其實這就是他自己 和他自己在相處 很多時候大人是無情地干預他的 做什麼 睡覺 或者是做什麼 玩什麼 他覺得這東西沒有價值 玩玩具沒有價值 或者什麼東西沒有價值 其實你是在中斷他和他自己的聯繫 是的 那這件事就很 我想說大鑊 大鑊 大鑊 兩個都是受害者 所以這個人成長裏面 你有多跟你自己聯繫呢 你每一天說的話 是不是你代表你自己說呢 而是你和自己有一個聯繫 有一個共識在你裏面 我每一句我所說的東西都是來自我的真心呢 還是說一些 說這句話是安全呢 還是說這句話去迎合 或者是這句話是大家去好聽 你和自己一個很深的聯繫 是一個很力量的一件事 很有力量的一件事 那這一種的治療呢 有直接和間接 直接對你自己畫畫 又或者剛才書法 Carmen說了一句話 如果你抄心經 是 抄心經是一個很不錯的治療 或者是好像我們的朋友那樣 幫我們去畫畫 譬如唱歌 就是你自己去唱一段歌 去抒發你自己的能量 又或者是別人去唱一段歌 然後你有一個感覺 然後你觸發你一些情感的放鬆 但是我想說 所有關於治療的東西 其實是將你由一個陣頻 帶到另外一個陣頻 又或者提升它到另外一個陣頻 一個小我去擴展到你的大我 沒錯 的一個過程 所以 後來我們都是要愛惜自己的 我們今集講治療到這裏為止 希望我們下一集 和大家再見面 OK 拜拜